無障礙廁所那一集滿 學生一人貼著牆壁 面對另外四人 一旁同學不斷鼓噪 其中身穿運動服的同學率先出手 朝黑衣同學猛錘好幾下 但沒想到下一秒被害同學 也時空暴走 當場奪門而出 其他人看到這一幕全嚇傻 16號網路流傳出 這段影片警方立刻著手調查 發現竟然是來自基隆某高職 據了解起因疑似是 因為兩名同學抽菸遭到檢舉 被校方懲罰因此心深不滿 懷疑是被害男同學檢舉的 分而找來其他同學助陣 聯手為毆 學生校內發生霸凌事件 金龍市長謝國良 以及市府教育團隊 一早8點多夜立刻到校進行視察 而校方則表示 已經啟動校園霸凌防治小組會議 期末考期間也會將雙方學生分開 確保考試權益 以及加強輔導關懷 指示近期校園案件頻傳 追悔一次是不滿被答 小報告禁人就將人壓進廁所通歐 對此基隆市少年隊17號 已經找了當事雙方到警局 駐筆路要徹底遏止校園暴力 近期新聞傳生一張點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